比如EPS 我每次都很喜欢吃EPS 因为这次的经验非常好 虽然说在法国他们所有事情都不准吃 但是那种气氛非常好 之后我还去访问了DU Downstack 去Manao那个地方访问了几天 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话 不管是EPS或者是ECHAP 这个是有名额的 那时候台湾的名额可能就五个名额或六个名额 那我这个名额希望是你还给我的 因为要感谢他一下 你那里在哪里 这样 那时候有机会参加这个Conference 因为那时候还有名额字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写Conference的报告 那你知道年轻人写报告都在翻一回事 现在写最终部的出国报告很短 大概就是每一个报告都在几堂字 那时候可能就写了大概好几个配置 然后写完以后呢 就是过不了几天 我还在有这个人士这边告诉我说 你的那个报告写得很好 那这个中研想要把那个 当作是一个模范报告 没办法改一下 所以我就把那个报告再改一下 现在不晓得这个 这个模范版本有没有存檔 好 OK 那回到跟刚刚东道讲的相关的东西 就是说 这个是我很早的时候的 刚来中研没多久的 我的Notes 那我的Notes 那时候我们是在 这个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有一个Heavy 有一个Line Heavy我就画了大一点 Line就画了小一点 这是我个人在读书的时候笔记 然后读的是 Howard Jocher 的 Line Infective But Heavy Line Line 然后大家很熟悉 就是说 这个PU等于MV 加上K 等等 那这些细节 我就不多讲 但是 这张纸非常的 很久 所以这个纸已经是 27年的历史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中研物理所 那 其实中研物理所 这个纸其实 其实是相当好的 然后这个是 这个大概是我的 第一个Page 的一根Line 然后我昨天 在找的话 这个大概是 可能是第五个Page 第六个Page 因为 那个时候 Heavy Cosmic 对我来讲也是 也是生疏的 然后 这个 Kyle Symmetry 对我也是生疏 都是不在我 Grad school的范围 所以 我需要去 那个时候需要 我们在讨论之后 可能需要去补很多的 背景 所以 这个 这个也是 我刚才能够 那我在读什么呢 我是读了那个 Jogia的书 Jogia的Modern 他的Pathetic的书 是第五章 第五章 职业的话 这个是十二月三十 一九一年 就不要过年了 十二月三十 那这是谁的电话 我不晓得 就写在这里 那个时候 就一边做事情 一边记一些东西 在你的笔记上面 所以比如说这个 要联络谁 电话就写在上面 这是第五十六个Page 那这个地方 这个指示如果 太想唱到我念给你听 就是我念一下 We know we define the problem hired dynamics with the heavy methal or variance 就是 在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讨论 当上都已经 把一些东西 但是我要把这个结果 写成什么样的形式 怎么去把它 present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 personal point of view 就是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问题呢 把它 define 成这样的 可能是我们大家 讨论以后的一个共识 然后 那个时候刚好 这个Malapa 还有Jenkins 他们其实已经有 开始用那个 把揪起来 那一套 把它用在 Kaila branching上面 但是他用的是 在这个 他用的是在 一般的 Liberium上面 用在Liberium上面 但是 Liberium 基本上还是 它很重很多 所以那一套方面的人 其实是可以用的 那 所以说这边 我写了很多的 这个reference UCFD 而且我这边写一个 笔记 so ask for prevent 因为 他们可能有些prevent 你知道 但是没有 我们的prevent 没有收集到这么多 所以那时候还要带一些 E-mail给他 给他 所以这个是 一些rector 然后最后 接下来 这里呢 就是 我在这边写了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 你把这个 beer-on-few呢 写成 oldering beer-on-few 然后层面乘上 那个 NVV 这个我们以前常做的事情 可是我在这边写 What does this need? 当然现在 就是很obvious的事情 可是 在那个时候 觉得说 那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 好 那下一页 这个 这个node 其实 这是刚刚的56页 那这57页就是背面的 背面这边就是 这好像是环雅二楼 中华北温100号 上海 金龙均 六点 下午六点 变换7150 077 我就写了一个这个东西 那这可能是我们的年终聚餐的地方 我现在来猜测 因为 刚刚那一页是12月30号 那这页就是那一页的背面 那 这可能是我们12月31的聚餐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人记得这个上海金龙均 在那个 中华北温100号 也准备他可以互动一下 好 那这个是123页 这123页 这可能是在 可能是一月份的时候 或者什么时候 那 我们那个时候的 Heavy Barrier Nagrant 已经写下来了 Heavy Barrier Nagrant 就是 这些是kinetic terms 然后这边有好几个position G F D1 D2 等等的 然后这边的Sci 的话 这是Barkand Barrier 所以这个有Sigma 然后 有Sigma Star 还有Manda 然后 等个写在这样的一个 形式里面 那我们其实 就是要利用一个 Heavy Barrier Nagrant 和Manda 相对的大小 所决定 就是这个 那时候的Scarry 就是这样子 好 那 这后来就是 刚刚才有提到 我们后来换了这个 冰界的 立体性上去研讨 那时候 Basini 就是像后来 找那个 Heavy Barrier 出的那很漂亮 所以那时候 我们自己就把它自己做了 一定 好 在5月22日到24日 再继续 你写了这边 那这个时候是 那个 Terminology Workshop 的 的讲员 所以那时候 请了Thomas Manow 跟这个 这个 所以 这个后来也是成为 那个 现在这个Workshop 的一个传统 就是有一个 Review Lectures Review Lectures 可能找两三个人 看你的单身多少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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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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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人还有 你还你 所以我们两个人 就是把刚刚那个结果 做了一些 Summering 好 那 所以 所以 还有韦东非 李宁中 林伟平 还有这个 佳乐 这个 大概是我们 那个时候的 Post up 然后这里 还有林工地 OK 好 这个时候就是我刚出的那个 Notes 那时候是 我是登道讲 这个Messons 所以 这边有列出 那个时候的 这个 reference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 通常都会 我们那时候还有 Archive 真的要出来而已 所以 在那个时代 大家都是用 这个Institute 的那些 然后 这边还有一个 叫做 to be a g 所以他说英文不太好 其实应该说 to a g 我昨天看到 很奇怪是 那时候 英语好像不太高明 就是 这个 然后 然后 这个就是尼亥迪的 配置 我说阿尔秀 这个尼亥迪的 这个秘密就是这样 这个 尼亥迪的 writing 非常的有style 的writing 然后 嗯 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强调 这个intuitive fiction 每一次在讨论的时候 他说 intuitive picture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他的 他的第一条 这个motivation intuitive pictures 所以这个是 尼亥迪真弄 ok 那后来 之后的话 其实 我这边简短谈 那我们这次是一个 六个人的合作 所以我就想说 那 之后我到了教大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 还没有写过 那种六个人的 一起的文章 所以我昨天 就找了 两篇这个 代表性的 六个人的文章 那这个 这篇文章的话 是在2001年 然后 就是在 差不多是 2000年的时候写的 那这讲到 这个 有一些 physical process 还有一些 homogenous background magnetic field 那你怎么样 如果这个 这个厂的 没有 就是你的 weak and strong field 基本上是相对于 那就是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那如果 一般我们在 在学院室里面 那 都是一个 refeal的情形 那当然 就是在 真正的 这个 so physical object 所有的都会超过的很多 好 那我们就做了 这样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的话 主要是 刚刚看过本人 还有吴建宏 是我们三个 正眼人的 一段在中间 然后 这个是正硏认 正硏认曾经 在这边 当过 博士托 那个时候 还是交大的学生 那他现在 是 一家 他这个汽车的 软体的公司 当了一个技术总监 其实他 做得非常成功 然后 技术康 是高官的学生 现在在东西大学 黄建文 那时候 刚去交大 当我 data 他应该是 他現在是在高師大,他其實目前是系主任 然後他們今天也有聘人 所以這是黃建文 那這個文章後來也還受歡迎 有一些做商民台的人 或是跟我們非常相關的也有在營運作文章 其實也有做訪問的人也有在營運作文章 然後 這是六個人 然後現在 這邊我在 這又是另外一篇有六個人的文章 這六個文章是講到說 假如你有Earth Streaming Neutrinals Earth Streaming Neutrinals 就是這個 Tow Neutrinals 如果穿過地球 穿過那麼一點點的話 可以變成Tow來跑出來 跑出來的話 它會摔變 或者會摔變到一些校園 你可以去Dect到一些校園 那這個文章 這個文章 這個時候2003年 他已經畢業了到中文院 然後到中文院 這個是應該是他最後的一個 Polyphysics project 然後後來就跟那個 一個視頻 來做那個 有關於這個 可能是一些 statistic 模特兒 然後 然後 岳崇文 岳崇文原來是 李香南的學生 他 後來 這個Postar做完以後 也去到台中加入大學 然後 他的話 後來 就去美國 在一個 這個 海人研究的研究所 找到校 黃敏輝現在 在裡面的大學 李飛轉目前 是在 廈門的 金美大學 然後 那 這個工作呢 目前 有一個比較相關的 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最新Alita的實驗 其實看到了幾個示例的話 我們通常這個 Earth Gain 的意思就是說 這件有這種示例 基本上是 大概 從水平 Horizon 水平 以下一點點 上來的 那 但是 最近 那個 Alita 關車道幾個 很高能量的示例的話 它其實是在大角度 在二三十度 水平底在二三十度 那照理來講 如果這種示例的話 這種示例 它看到的能量 可能有47 或48 以來很夠 那 從這個計算 你會發現說 那個Alita的示例 其實 不太可能 是一個標準的 標準模型的示例 因為如果是標準模型的示例 它早就在 那個 地球裡面 就 antannuated掉 它不可能跑那麼遠 就是說他們估計起來 是 Alita看到的是 那個 它在地球裡面 至少跑了三四千公里 三四千公里 三四千公里 所以這個是目前的puzzle 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那 有人講說 也許是一個很重的document 在裡面dictate 等等的 有很多不同的 或者說 我們對於這個 這個靈感的scalping 在很高能量的時候 可能了解不是很清楚 所以 這個東西 目前跟Alita的實驗 還是滿相關的 那 不管我的時間 差不多了 我在這個地方 想做一個總結 這是 雖然我只有寫兩點 這也很重要 在 在這個 這三年的期間 我覺得 最大的收穫 就是這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能夠explore the frontier 跟extended research scope extended research scope 我剛剛也講過 當初來的時候 其實是很多東西 很不熟悉 但是 在那種 有一個 frontier 的帶動之下 能夠有機會 去pick up 這些 自己原來不熟悉的地方 所以 重要的是說 今天講的我們 希望能夠一起帶動年輕人 來做研究 我們是不是能夠 給他們一個 好的 topic 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 這個 這三年 我覺得 收穫最大的 雖然 現在 到了學校 就是 你執行計畫 這麼久了 其實你也很多 煩惱 今天 萬一 拿錢不夠怎麼辦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錢的問題始終是 讓我們 一直困擾 另外的話 就是說 你會想說 就一做的東西 能不能得到 同產的肯定 這些當然 這是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 我會覺得 最後還是 這個 範圍的 research 就是說 你如果覺得 這種 career 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話 我覺得 這才是 帶動 我們還可以持續 再努力的一個 動力 那 我最後 我會放這個 東西 那 這些東西 這個是 馬虎埃 在那個 Late Lewis Winter Institute 的 lecture 是1991年 所以我們 當初回來的時候 要學那個 Hebicross literature 的時候 這篇 應該是地缺的 我們就是 缺得 非常非常的認真 那 為什麼 就是 因為我有一個記憶 就是說 有一天 我太太剛好有事情要出去 我女兒那時候有幾個月大 那時候我正在 在讀這篇文章 所以有一個很深的記憶 說我住在家裡的書桌上面 我的左手是抱著我女兒 她就有幾個月大 我左手抱著她 那我右手的話 就是 在翻這篇文章 還順便一些禮記 所以 那個時候可以有一個 幾個月的小孩在手上 然後 可以 專心的 我覺得說 這個文章很重要 就專心在念這個東西 所以 所以那個時候是非常 非常的 focus 因為就是有個目標 然後有 有些很 interesting 的東西 可以學習 可以去研究 所以 所以 這個 這篇文章其實就是讓我 詳細在那個畫面 然後 很感謝大家 就是有 過去在這三年的之間 稱讚大家照顧 所以 這個也 對後來的 可以看 如果我一定會 整個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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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